Z世代代人 又來到Z世代代人的時間了 主打年青人市場的 Vivo Y 系列 近日推出了中階入門手機 Y36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 這部手機帶了什麼驚喜給我們 首先看看 Y36 的外形 Y36 的外形一點都不像中階入門機 因為它採用了開孔前置鏡頭設計 再配合機身四邊的懸角屏幕 給人有一種簡潔而又不失高貴的感覺 今次在我手上的就是 Y36 的神秘黑版本 機身的背面採用了磨砂材質 令整部機身都很好握 不會有線手的情況出現 說到屏幕方面 今次 Y36 就有 6.84 吋 FHD Plus 的 LCD 屏幕 全機身都有 IP54 的防塵防水級別 雖然不是完全防水 不過去到防塵防潑水 其實都算不錯 到了電池方面 今次這部機會有 5000 mAh 的大電量 也設有最高 44 V 的快速充電 足夠應付日常使用 以及大頭蝦忘記充電 需要在短時間內急急回電的情況 好了 說到性能 今次 Vivo Y36 的處理核心 採用了天璣6020 的處理器 讓我又用跑分的軟件 看看這部機又有多少分 跑出來的分數中規中矩 屬於中階級別的分數 不過看分數就比較抽象 讓我用這部機 試試打機和看影片的表現又如何 在打機方面 遊戲的畫質設定為中階的情況下 Y36 的表現都算相當不錯 在原野大地圖行走的時候 FPS 都算頗穩定 不太會有疾機的情況出現 到了畫面相對比較複雜的城鎮地圖 Y36 的 FPS 就有明顯下降的情況 疾機的次數亦會多了 而且 FPS 就比較波動 可能要稍為降低遊戲的配置 才可以順暢地運行 說到看影片方面 看 YouTube 影片整體的感覺都很流暢 就算把影片跳到某個時間點 Y36 都一樣很快可以反映到 而當看有走馬燈的新聞片的時候 影片下的走馬燈都算頗流暢 過關了 最後到了相機方面 Y36 設有一組 5000 萬像素的主鏡頭 同時也會有 200 萬像素的背景虛化鏡頭 以及 1600 萬像素的前置鏡頭 現在就馬上試一下拍照的效果給大家看看 Y36 拍出來的照片 在 5000 萬像素的加持下 我覺得表現就相當不錯了 無論是物件的細緻保留度 以及相片的顏色處理 以至物件的邊緣虛化 都有不錯的表現 而且根據 Y36 的價位來看 我覺得它的相機鏡頭有這個表現 真的完全都過關了 好了,讓我再試幾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Vivo Y36 有兩種顏色給大家選擇 分別是神秘黑和水晶綠 提供 8GB RAM 加 256GB 內存版本 價錢就由 2,198 港幣起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 Vivo 的官方網頁 了解詳情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們 Mimo 的 Facebook 專頁 和 YouTube 頻道 和 Alfred Mack 的 Facebook 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裡 拜拜